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以色拉记》第三章 《以色拉记》第三章不长 总共有十三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回归到圣地的民众 恢复对神的敬拜 我们把本章分一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一到七节 民众重建祭坛 守祝彭节 向耶和华神献祭 第二段是八到十三节 奠定圣殿的根基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 是十一节到十三节 圣经这样说 他们彼此唱歌 赞美称谢耶和华说 他本为善 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 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 众民大声呼喊 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 然而有许多祭司 立委人 组长 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 现在亲眼看见 立这殿的根基 便便大声哭嚎 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 甚至百姓不能分辨 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 因为众人大声呼喊 声音听到远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上一章也就是第二章中 我们看到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大人 应该是于主前的五百三十八年 在波斯王鼓掠下诏以后 得以回返以色列圣地 圣经没有交代第一批回来的人 旅途究竟需要多长时间 但是若是比较七章的第九节 我们就知道 第二次的民众 在路上走的时间 约有四个多月 因为从被掳之地巴比伦 走路回耶路撒冷 全程需要1350公里左右 以色列人抵达圣地的时间 被认为是537年 所以在本章的第三章中 实际上讲了537年和536年的事 他们最初回到圣地的时候 是被分派到耶路撒冷附近的各城去居住 同时经文也暗示了 他们恢复了农业的生产 到了第二年536年 就得以在神的面前 开始重建圣殿的工作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一到七节 回归到圣地的民众 重建祭坛 守节 并向耶和华神献祭 圣经的学者们向我们建议 我们可以把本章的第一节 一直到第七节理解为 是发生在主前的537年的事 经文一开头就告诉我们时间 是在当年的七月份 但这里所提的七月 不是我们现今阳历上的七月 乃是以色列人信仰方面的七月 一般在阳历的九月和十月间 我们大家知道 对于以色列人来讲 他们的七月就有着三个重要的节期 像吹脚节 赎罪日和祝彭节 回归的以色列百姓 在领袖们的带领之下 就以七月份作为恢复 对耶和华神敬拜的时间 在这第一段中主要讲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圣殿原来的根基上祝坛 这是一到三节说的 第二件事是守祝彭节 并向神献藩祭和甘心祭 这是四节到六节所讲的 第三件事是百姓将银子给石匠 木匠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推罗人 使他们可以将黎巴嫩的香柏树 砍伐了运到海里 在浮海运到约帕 最终再能运到耶路撒冷 为圣殿的建造 做好供料方面的准备 读到这一段时 大家要特别注意第一节 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 当众人从各城来耶路撒冷聚集 他们聚集的时候 乃是如同一人 从前 当百姓在耶路撒冷 在犹大全地 因犯罪作恶 个人单顾自己 百姓之间没有相爱 没有相交和联合 但如今 经过了贝鲁时期 犹大、以色列的百姓 真的重新回归到神面前 他们能够遵循摩西的教会 又能在领袖 索罗巴伯和耶稣亚的带领之下 同心合意 齐心协力地 要办好神的事 那便是重建 耶和华神的圣殿 本章的第二节 特别强调了 那个时候的领袖 在信仰的方面 有约萨达的儿子 耶稣亚 他在这同一时期 另外的经文 也叫他约书亚 他乃是做大祭司的 而选民政治方面的领袖 就是撒拉帖的儿子 索罗巴伯 与他的弟兄 索罗巴伯 是大魏的后裔 本来是王室 合法的继承人 此时 他受波斯王委任 成为犹大省的省长 从耶稣基督的家谱中 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十三节到十六节 就告诉我们 耶稣的养父约瑟 就是索罗巴伯的后人 百姓们 在信仰的领袖 耶稣亚 以及政治方面的领袖 索罗巴伯 他们二人的带领之下 如同一人的聚集在耶路撒冷 他们能够如此的团结 一方面是反映了他们回归到神的面前 并且也能够因着神的爱 有美好的连结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需要 那便是 选民们虽然是因着波斯王鼓励下诏 他们得以归回到圣地 可是当他们归回到圣地的时候 他们实际就居住在了 我们简直可以称为是虎狼之地 因为就在以色列尤塔百姓 被掳到外邦的几十年当中 已经有外邦的邻国的民迁到以色列 他们对选民的回归 并对选民所要做的手上的事 心存怀恨 虎视眈眈 所以当我们读到以色拉记 再一直读到尼西米记 甚至读到以斯帖记 都会看见 以色列百姓在波斯时代 可以被视为是 外邦统治政权 对犹太人最为友善的阶段 但也就是 这最为友善的阶段 以色列选民 却一直要面临着强大的敌人 在本章中 强大的敌人就是邻国的民 到了明天我们要讲的第四章 这邻国的民 就被叫做 犹大变安民的敌人 他们直接所要做的 就是要拦阻 神的选民为耶和华神 修建圣殿 我们在本段的经文当中可以看见 以色列选民 虽然对仇敌 心存畏惧 这是因为 仇敌在数目和武力方面 比他们要更加强大 但是百姓却相信神的保守 此时此刻 他们联合起来 如同一人 我们绝对能看得出 以色列的两个领袖的 敬迁和智慧 他们并不是 仅仅对敌人 进行武力方面的防范 他们下面 左手要做的 就是来仰望神 敬拜神 恢复敬拜神的礼仪和生活 如同从前 当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 一到了加拿美地 无论走到哪里 在真正安居 住下来之前 他就先祝坛献祭一样 经文告诉我们 从七月的第一天开始 他们就定义 按照神人 摩西律法上所写的 做一系列的事 这其中就包括祝坛 接着守节 这里特别告诉我们 所守的节 是祝坛节 再就是按述照例 献每日当献的番祭 其后再献长献的番祭 并且在月朔 与耶和华一切圣节献祭 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 这是二节到五节所说的 我们在这里读经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到 以色列百姓能够按照 摩西律法所吩咐的 按述照例的在神的面前献祭 守节 这是非常荣耀又伟大的事 这就已经表示了 百姓向着神彻底的转回和敬畏 从前在封国时期 以色列民和南国犹大人 在律法上忽略冷淡 但如今他们却愿意听神的话 在神的律法的规定上 和献祭的条例上热心 这都是信仰回归的标志 因为就拿祝鹏节为例 以色列人的祝鹏节 乃是一个欢乐的大节期 我们要是按照 立位纪23章 33节到36节 还有39节到43节 另外还有民书记29章的12节到38节的规定 就在祝鹏节这一节期 每日的番季 从7月15到7月22日 七天所要线上的 公牛犊就要71只 公绵羊就要15只 公羊羔要105只 公山羊要7只 我们要晓得当时的百姓处在刚刚归国的特殊时期 在还不够稳定的情况下 就能够如此的在神面前摆上献祭 都是说明百姓的心都已经先归向神 不单单有暗数照例的 另外还有献上的甘心祭 甘心祭乃是自发的 乃是为了表示感谢 要在神面前主动献上的 大家可以参考 历威记的22章第23节 由于百姓做了这一切 在神面前当做的事 所以他们众人的合一 其实就带来了神 极大的鼓舞 神就让他们有勇气 以至于他们可以不惧怕 周边的仇敌 因为按照第三节 如果直者读起来的话 就显示他们非常的惧怕 当时邻国的人 可是其实第三节又可以这样翻译 这新的方法是 以色列民不在意对邻国众民的恐惧 他们在圣殿原来根基上 祝坛献祭 我们若把圣经的翻译 这样稍作调整一下 就知道在第一段当中所描写的 被鲁归回回的人 他们因着祝坛 守节 并在神的面前献祭 实际上已经跟伟大的神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恢复并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而与神有这么亲密关系的人 神一定会 让他们被保守在他那 坚固的爱中 并且神会帮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